11月21日晚 第40届韩国电影《青龙奖》颁奖典礼举行 金宇斌作为颁奖嘉宾出席 他身穿一身墨绿色西装 梳着背头 看起来状态十分不错 据悉 这是金宇斌自2017年被诊断为鼻炎癌后 时隔两年零六个月再次站在正式场合 金宇斌更是表示 感谢大家一直给我应援 帮助我战胜病魔 为我祈祷 拖了大家的福 我才能像这样更快一点重新以健康的样子跟大家见面 鱼饼欧巴终于回归了 非法娱乐时事报道